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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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就是牵涉到这个整个设计 就是它是手机又不能剪接 其实用手机拍 尤其是用你们这个东西的特色 就是移镜到底 那就要把移镜到底变得很重要 就是移镜到底会变成加全 一分 大家都很有创意 但是我觉得不免还是受到现在的 我们对影像资讯影响 很多都还是很新文化 我觉得那个局情形态太大 很多作品很可惜就是差一个梗 其实你都可以把这个创意用得更精致一点 更好笑一点 不是要你画那句机制 而是你表现的方式 可以更有趣一点 就只差那么林门一脚 我有了这些科技之后 其实所有人的发言变得更公平了 以前我们可能要听的是 名人的意见 专业的意见 但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用他的角度 去记录他觉得重要的事情 还要提醒自己 你并不是专业的记者 你的工作不在于记录这些事情 你的工作是在于改变 并且参与这些事情 积极地运用这些内容 去说服别人 分享给别人 告诉别人 并且影响他们 你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拥有不同的力量 习惯使用这样的器材 应该都是年轻的 我们看作品 大概也都是很年轻的朋友 远传运提供年轻人的这样 当然是非常好的 每一个人都会使用行动载 所以它会变成你身上 最重要的一个附件 你只要有这个手机 然后你有下载了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行动 就像我们现在 上台照片分享 然后上台影片分享 它已经变成 就像你生活一样的自然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它如果加了一些些小创意 可能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梗 就会让我们觉得 对齁 那这个就会有加分的效果 因为我觉得手法 这件事情是 毕竟我们是拍片 那拍片除了说 好玩 有创意之外 它是不是不能太粗糙 或者是稍微要有 一点点专业素 我觉得有些片子是很有创意 可是你会觉得他可能拍了第三遍 他们就累了 好了就交了 可是如果当他拍到第十遍的时候 我相信他的手会更稳 这没有那么难 可是他们有一点半途而废的感觉 挺可惜的 拍摄影片这件事情 不是使用专业的机器 而使用手机或什么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我认为是不可打的 使用类似装置拍片的人 他是不是有足够的创意 足够的想法 或足够的执行度 或足够清楚的脑袋 所以就是要回到本质 你的想法 你的创意 你的执行 是不是有办法做出来 一步可以看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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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